他要懺悔可以 请他接受死刑之后 再到地下去懺悔才对嘛 是不是 出席反费死公厅会 民间党立委王世坚 听反费死满腔怒火 一次全部发现出来 那谁给被害人机会不是吗 当他在行凶 在灵虐 甚至夺走被害人性命的时候 他可曾给被害人一个机会 王世坚金剧连环发 不仅替被害者抱不平 跟火力全开 把炮口对准主张废死的那群人 这群虚伪的人士里面 很多都是手握大权的人 天哪 手握大权 你在那边 假借 这个要废死 假借这样的虚伪 来让得虚名 博得好名 身为之障 另一位王世坚力挺反费死 这番言论似乎跟绿营主张不太一样 王世坚向来敢怒敢言 接下来民进党全代会 7月21号登场 绿营权力结构即将重组 目前传出英系将与王世坚合作 让他当选中常委的几率非常高 未来这样的大炮性格 在党内似乎还有发挥空间 你政府把枪还给我们 我们就像美国西部枪战时代一样 人手一枪加害到我们的时候 那人家我们各自去讨回来 未来民进党内各大会议 王世坚很可能扮演乌鸦 发表异议言论 恐怕还得扛下 不少压力 东三新闻真正中心 综合报道